小小姐 可以采访一下您吗 您以往很少穿红色的礼服出席活动 为什么这次会选择红色呢 因为红色是我拍摄第一部苏时丽人 广告内衣的颜色 而且是薄言特意为我选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薄言 薄言 谁来了 陆薄言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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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陆太太 这边 这边衣 这边 什么意思 我颜色都一样啊 我还要出山啊 出山啊 这边 这边 试试唱 你看他俩这不撞色了吗 快拍下来 快拍下来 来来来来 陆太太 您和韩小姐的衣服撞色了 您介意吗 陆太太 韩小姐说她选择红色 是因为是陆总亲自挑选的 那您为什么选红色呢 因为薄言知道 苏时丽人推出的第一款内衣的颜色 就是红色 非常感谢韩小姐的配合 那陆太太 您觉得您和韩小姐谁穿红色更好看一点呢 这个问题嘛 各花若各眼 陆先生 那您觉得呢 简安说的没有错 不过这身礼服 只有一位设计师朋友 索菲亚 为简安量身进去的 索菲亚的设计向来坚持 与模特的气质融为一体 如果韩小姐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介绍给您 各位 我们还有开场无药准备 您怎么看呢 韩小姐 请您回应一下 博言喜欢的 自然是最好的 谢谢 阿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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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呢 我要感谢各位光临 苏氏丽人二十周年庆典 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 苏氏丽人集团的代言人 著名女星韩若曦小姐 感谢你的到来 接下来有请苏氏丽人集团的董事长 也是我的丈夫苏宏远先生 上台讲话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孤世丽人二十多年了 能走到今天 离不开各位的支持 更离不开女同胞们的支持 女同胞们 把你们美丽的胸 交给了我 这是对我和苏氏莫大的信任 秉着这份信任 我们苏氏丽人 今后将继续用最好 最柔软 最舒适的材料 做出世界一流的内衣 去献给每一位 女同胞们 好 好的 谢谢 谢谢我的先生 放心吧 好 接下来有请苏氏丽人的长女 苏简安和他的爱人陆博言 为我们大家献上热烈的开场舞 谢谢大家 拍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NS 对 こう 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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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很好 需要解释 这位女生 可否邀您跳一支舞啊 可以啊 好 你吃醋了 吃谁的醋 就刚刚那个人 你看看他刚跳舞的醋样 就看到他踩到你了 我是来救你的好吗 恭喜我 看什么看 好挑动 那我们先过去了 一会儿见 薄言 你不要喝这么多 宝贝 是的 我今天开心吗 再怎么开心也不能喝这么多 好 那我去当洗手间 你就在这儿等我 你去吧 薄言 可以请我跳支舞吗 陆薄言 你到底想怎么样 就跳支舞而已啊 就当做我 替你们保守你们一年之后 就会离婚的命